黃森榮致應廚藝不行 馬國明大派定心丸 我對食沒有什麼要求 昨天馬國明和黃森榮齊齊出席TVB的業務發佈會 民道即將開拍美女廚房2 致應廚藝非常一般的森榮表示 自己已經退了很多飲食節目 但因為美女廚房 就是要找些不懂煮食的女藝人 要增加娛樂性 所以她變得推無可推 而身旁的馬明就向女友大派定心丸 表示自己一直都對食沒有什麼要求 就算餐餐食跡吃麵都沒什麼所謂 女菜美女廚房是怎樣的 不知道會不會在一起 我知道我已經要上去 美女當然是美女上去的 你別人試吃的嘛 除了你試吃 不是阿蕭試吃的嗎 是主持人 你可以做嘉賓 那你要買重點保險 我們好 煮東西 是啊 應該不是好得的 我自己也沒試過自己的廚藝 哈哈 你有沒有煮過給她吃嗎 沒有 真的沒有 其實我拿了一個零食給你吃 但我沒有煮過的食物 我亦有一次來煮食的節目找我 我都說我不想 因為我說我真的不懂煮 然後他們今次美女廚房說 不是阿 我們就是要找你們這些最有娛樂性的 最煮不到的東西是最好看的 那好吧 沒辦法了 你能否接受到去煮這些 這廚藝不需要 接受到 哈哈哈哈 真是的 即是親生吃 親生吃 親生吃不用煮麵也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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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嘩 嘩 沒什麼所謂 我吃東西不是很簡宅的 我來一次聽 我吃東西不是很簡宅的 我一向都吃東西不是很簡宅的 我吃東西不是很簡宅的 很棒 我吃東西不是很簡宅的 等 elle看 我吃東西不是很嫩 這真是最簡單的 就算我是私 我吃東西不是都很乎 跟 wheel 感谢观看